大S的旺夫体质果然名不失传 巨经验自从和大S结婚后 事业接连攀高峰 比在韩国的时候都更要红 因为和大S的这段感情实在是惊天地 气鬼神让人不可思议 现在巨经验也再度翻红 不仅成为了国民姐夫 还是各大媒体的流量密码 一举一动就轻松登上大陆 以及韩国热搜榜单 走光同时流量自然就成为了变现最快的方式 巨经验为了大S选择搬到台湾 很顶居事业重心也慢慢转移到了台湾 不仅频繁参加各种活动 还获了不少广告商的青睐 邀约接连不断 最近巨经验就被广告商相众 在北海岸拍摄视频广告 轻松赚百万入账七位数 不勒不说巨经验会让受欢迎 果然还是有原因的 就说看他这个状态 谁能相信他已经53岁了 完全就是30岁出头的样子 戴着白色头盔搭配万年不变的黑色墨镜 圈衣 牛仔裤和黑色马连鞋 时尚模组名副其实 当巨经验骑着机车奔驰在海边马路上时 这一幕完全就是拍偶像剧的感觉 要是他大S在年轻个20岁 完全可以重拍流星花园了吧 巨经验这次拍广告也超级受重视 主板方不仅请了脚管暂时性风陆经营管制 工作人员也在一旁随时待命 拿着电风扇不停帮巨经验散热 给他喂水生怕怠慢对方 再度曝光巨经验并没有耍大牌 反而是一如既往的谦逊配合 这么热天骑着大型重机车 沟通后就毫不犹豫的上路 一切合存都不用N机 拍摄第二阶段的时候 天色越来越暗还下起了雨 巨经验依旧敬业的拍完了全部 休息期间也和工作人员待在一起随时后面 看完巨经验拍广告过程 也不禁让人感叹 巨经验会这么受欢迎果然还是有原因的 其实从巨经验返台后参加一系列活动 和大S家人私下相处的举动 就能感受到他的受欢迎程度 以及对工作的敬业态度 比如担任吴坚勤演唱会有嘉宾 楼俊说就对他赞不绝口 因为众员们不擅长舞蹈 想放弃的时候 是巨经验鼓励他们坚持下去 还亲自在一旁指导 教他们如何跳舞 在巨经验的带动下 吴坚勤很快就上手了 突破了自我 原来跳舞并没有想象征浪艰难 其实这本来不是巨经验的工作 但他还是一里承包下来 最后给大家带来一场完美的歌舞演出 S2O台湾泼水音乐器 因为防疫原因 原本说好嘉宾都不能登场 最后也是靠着巨经验上台就敞发 原本说好了合体表演的节目 分成单人演出 才没有让这场筹划已久音乐节 惨淡收场 走无论还是一如既往谦选 工作经验负责任 基本上和巨经验相处 过或合作个人 对他都是一面倒的好评 几乎没有负面评价 和这样的人合作 想必工作都会轻松很多吧 回想起巨经验刚结婚的时候 没少被讽刺的是吃暖饭的过气明星 尽管巨经验一直有在夜店工作 但依旧没有受网友认可如今 经过这半年时间 巨经验终于证明了自己 当然除了大S的原因外 这也要得益于巨经验能拿到抓住每一个机会 业务能力没有下降 身材从来没有走样 才会获得那么多工作的机会 如果他变得发福 不能唱不能跳 就算机会摆在面前也抓不住 不管怎么说 巨经验既然已经在台湾发展了 那就希望姐夫事业越来越好 赚更多的钱吧